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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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这是WinKig 这次呢 有邀请到这个OD Toronto 这个co-founder 然后来进行我们这个video shooting 好吗 李宗盛 好吗 李宗盛 好吗 李宗盛 这个店是瘋狂的 如何你们想要开始这个店 四年前 我们开始收集的东西 之前《Supreme》是很 rare 所以我们开始收集的 我们想要开始一个商业 然后我们购买了这个建築 然后我们购买了三年 所以在那三年 我们只是购买购买 我们结束了 这个瘋狂的店 我看到在Instagram 然后在那边 这些姿势非常可爱 因为我们在那里 我看着这张楼盛 我看着这张楼盛 所以很棒 在那里面 那第一部分 我应该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边后面的这一个背景 是OD Toronto 它整个它会把一个来说家放在上面 然后我们整个 还有地上这些标 都是非常非常怎么说的 跟我自己的鞋帝 怎么说的 简直就是天天壤地别 这个地方 我听说花了大概 两三百万的价币吧 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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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排名的一个鞋店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 接下来 要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的整个里面的一些库存 他们的库存是相当相当相当 相当丰厚的一些库存 怎么说呢 就是他们这些库存 所以我可以说 没有加拿大仙间 可以跟他们相比 给我们一些热门 要有点热 我们有Travis Scotts 我们有这些 我们有这些 你喜欢他们 对我 你喜欢他们 我跟他们 我跟他们 这不是不好 这不是不好 所以那些东西 我们有这个 我们有这些 1985 Jordan 1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你喜欢比较 是 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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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我的最爱的 商店 因为这些东西 在这里 什么东西 你喜欢 这些东西 你喜欢的东西 对 他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有 《Back to the Futures》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是《Lazy People》 这些东西 有些东西 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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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会发生 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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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吸引了 因为 《KONYES》 因为 《KONYES》 都给他们 全力 准备了 《KONYES》 这些东西 这是最大的东西 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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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看关注我频道应该知道 我非常喜欢这双鞋 然后这个是sample的版本 所以前面的它这个 它前面的这边是黄色的 而不是白色的 像之前它今天介绍 其实我都给大家讲了 但这双鞋实在太特别 就是因为它前面这个部分 所以刚刚他讲了 怎么说呢 我会给大家放上翻译 但是基本上想讲的是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collection 有多么的变态 怎么说 你们可以看这些鞋 其实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抛开这些easy不谈 抛开这些比较hype travel stop不谈 但是那一双airmac还是全新的 还是自动的鞋带 我觉得已经很解释这些问题 然后我想说这家owner 也是非常喜欢一些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很懂 这些culture nba culture 像这双鞋 基本上如果有收藏这双鞋的话 基本上说肯定是经常经常看mba的 而且我想说这里 它这双刚刚讲过了toe q5 前面还是它是sample版本 前面还是黄色的这个toe 我想说 我连一个普通版本我现在都还没买到 但它现在已经有这个sample版本了 虽然是很大的size 但我想说 哇这个这里的collection 简直是我觉得比 我觉得比我去过洛杉矶的一些fly cup 还更crazy一点 真的太可怕了 所以我让这下来再让我们看看 它里面更加多的 LV跟Supreme的一些可作 所以我们有了第一个 最终的Supreme的collection 第二个 在奥充典的$800,000 到Vancouver 其实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桌上 所以我们这里有了 一种的 rare sets Colens Jesus LV i know because and then the most expensive one come with me 我要死了 这个我从来没见过 这个我从来没见过 most expensive one yeah I know yes so it's very expensive very expensive you touch it hold it so the supreme trucks 我今晚回家不洗手了一点 yeah very expensive yeah like how much like retail was 50,000 resell probably 100,000 100,000 like it's a good car it's a good car it's a good car yeah crazy Supreme is crazy yes crazy 所以我介绍这一part的时候 是吧 我一定要戴上 这个眼镜 所以我来介绍这一part的时候 大家不用讲了 这一部分是怎么说呢 从奢侈品到这些街巢里的 最crazy的一次合作 怎么说 因为大家应该知道 这些的resell价格 基本上就是一辆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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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加起来可以买辆非常好的什么 AMG系列 但是我想说这些东西他们这个这个store全都有 而且我想说他们的价格非常非常的 非常怎么说正常market price 所以说 怎么说 我想说就是 我觉得北美 包括加拿大无论是哪里 我已经找不到 我找不到第二家电灯像他们有这样的户 而且还有这样 合理的价格 那我们要来介绍这家最变态的这辆车了 这是基本上就是要花五千万人民币组的 然后这辆车基本上比我整个人 加上我的电还有我所有东西都贵 所以 所以许多说 所以 2019 Honda Civic 另外 新好的 新的 热特 建案 完全全 cores 热特 已经不光散发 既然 热特 几重在一世界上的过程 20 with the roof and this is the only one in canada and the only one with an exposed carbon fiber yes and um let me open the door for you sir yeah so he's done i'm dying 5000 万一辆车 然后现在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让我启动一下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真的太激动了 这辆车 但我觉得这辆车我都好硬 但是全是 carbon fiber 我不叫这辆车了 但是想说 so you let me start engine ok 所以我们现在要上楼看 一般人一般都不会让上楼看一下他们更加变态的一些收藏 然后现在我们上楼去看一下 怎么说呢 就这都是我想要的 大家可以看这里的所有的这里 这里 Course Bare Briggs I mean I love those I'm just walking I'm collecting the bare bricks for a long time but like it also is super expensive Super expensive Yeah I know so 所以这些东西 我想说就是 我希望把它现在 反正听不懂英文 反正偷走 但是就实在是太变态了 这里的他所有的 Bare Briggs 都是上面这边 所有的这些玩偶 这些东西都是 怎么说 大家最心仪的家里的这种摆设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 所以让我们再给我们讲一讲这些故事 So man tell me about all the bare bricks So this is just some of the bare bricks We collected some of the rarest ones Course Fragments Yeah We have some Q Bricks The Beatles This place is just We're just slowly slowly collecting Really really rare stuff and just have a lounge Come here with friends Talk So this is not for customer No for customer Only him Only special people Yeah thank you So we have the bare bricks We have some DJ booth Sometimes like I have the crown Party maybe Sometimes we party Some paint Painting Painting Paws Pillows We have This is the original Kate Moss print The original one unedited So it's not the one that they released Oh this is the original one This is the original unedited photo We paid a lot of money for this This is crazy Can you see 这里这个就是 没有经过P图的那个 这个照片 它大大可以把这个版权买下来 完全没有经过P图 所以大家可以看 三副画真的 已经是 我已经没话说了 所以让他再介绍一下 这里最变态的一部分 Tell me about this one So this is Pudzi We won this at an auction This was a children's charity So Kim Jones Made this for his dog And then he donated it to the charity And we won the auction How much How much do you think it was You know how much it was I know 130,000 Canadian And then we paid a lot in customs too So it's about like How much total I think I think it was 100 US 100 US 100K US And he's very cute guy Yes What do you think Hold it Hold it Keep it hot buddy So Man this is crazy Like All the store I mean the inventory The price And all you guys unite You guys know the culture And we're nice guys Yeah You guys are super humble Yeah We're super nice guys So Anybody can come to our store I'll be a friend Talk to me about anything Everybody is the same to me Doesn't matter if you're wearing All Supreme Doesn't matter if you're wearing Whatever Same people We'll talk to everybody Yeah So 大家可以想说 真的是 这次就是我对这个OD Toronto 整个的这个从头到尾 基本上最好的collection 都给他们拿出来给大家看了 然后 如果大家 大家记得去follow OD Toronto的官方Instagram 我放到这里 然后呢 他们这边 无论你是要买不买东西 无论你买或者不买 你都可以过来 因为他们 真的是非常非常低调的人 You want to start the Instagram right Yeah Ok So follow this man's Instagram I'll put it here And uh Yeah Come to the store And they are super nice Talk about culture Maybe like Talk about anything Yeah And anything What did you eat last night Can we talk about anything And I'm Shaheen My Instagram is ShaheenStill On Instagram And yeah And that's it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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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watching my video Thank you guys Take care guys Because I just wanted to watch out So we can see So we can see 就是这边就是一些侵权的梯 像比如说像 I'm just making my own 这个 这一件 这一件我感觉最基本上是 我感觉就是DeskDoc 它这里 这一件其实已经是无价的 然后它这边有非常非常crazy的 supreme collection 然后我想说的是 这就是视频的结尾了 我想说真的 我非常非 我作为一个怎么说的 YouTuber 我非常感谢OD专长能邀请我来参加这次拍摄 然后大家记得去follow他们的官方Instagram 还有我们店主Instagram 当然还有show me some love 过来买点东西 这边是吧 这么好的价格 不可能有他们找不到的东西 他们有所有的鞋 只要有什么样的site 他们都会去找 所以是吧 感谢大家观看 是吧 大家记得follow我的官方Instagram 我叫Jerf 我是一个住在多伦多 坐潮流和休息 还有车的一些vlog的YouTuber 是吧 所以这就是我Jerf的vlog 所以大家下期再见